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这个礼拜继续收听邵老师的海洋生态讲堂单元 今天我们继续欢迎邵广告邵老师 欢迎老师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因为上个礼拜呢 特别跟大家说到这个海洋生物分布呢 它会受到很多环境因子的影响 那今天呢 邵老师要特别就这个我们最熟悉的珊瑚礁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珊瑚礁它垂直分布的分层跟调查方法 那这个今天呢 先请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一般所认识的珊瑚礁 到底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去看到它呢 珊瑚礁其实是我们最熟悉 不但是因为它很漂亮 生物种类非常多五颜六色 那么也是我们潜水生态旅游观光 最适合的一个生态系 你的其他海洋生态系都不适合了 所以我们对它的了解也最多 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 潜水还是有它的限制 一般被这个水被这个潜水的话呢 大概最多到三四十不敢再下去了 因为它会得到一些这个 不注意就会得到潜水部病 或者淡醉等等 那所以反过来讲 在四十公尺以下的珊瑚礁 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里面到底有哪些生物呢 哪些鱼类呢 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但是我们后来这些潜水调查的方法 越来越进步 有时候可以用ROV 就是遥控潜航器 不用 就是好像是在玩电动游戏 遥控飞机一样 它只是跑到海里去而已 对不对 它要有条线 它不是无线的 所以就变成说 你还是可以用镜头去拍 这是一种 可是问题是 有时候小小的鱼 你根本看不见的 要不然就躲在缝里面 你也抓不到 也不可能 你有没有手臂 对不对 也没有一些采集的工具 但是他们还有潜水艇 载人的 就可以下到更深了 下到一万一千公尺 都没问题 但是还是一样 它这个 通常在做这样子的调查的时候 它们深度通常都还蛮深的 与似乎在珊瑚礁的三四十公尺以下 我们真的所知甚少了 所以但是事实上 我们正好也在上个月底 在一个很有名的学术期刊 叫Scientific Report上面 它发表了一篇 在加勒比海 他们用载人潜艇 下去调查深海的珊瑚礁 发现原来那下面还别有天地 还有不同的分层 那不同的种类 所以这篇报道也很重要 正好我们也在谈这个分层 分带 所以我想 我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拿出来 我们来看看 这些珊瑚礁垂直分布 是怎么分的 还有它调查方法又怎么来做 所以这是我们讲今天 跟大家来分享的东西 是 老师刚刚说到的是深海珊瑚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其实珊瑚礁就是我们 可能浮潜或潜水就可以看得到 那深海珊瑚它就不是像我们一般 就是我们那么容易可以去获得的 就可以那么容易去看到的 对对对 那可以先讲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深海珊瑚 比较麻烦是用深海这两个字 对 常常有时候大家乱用 就像有时候我到赛市场去 或者到那个海产店去 看他明明放了一堆珊瑚礁鱼 他挂着牌子去深海鱼 因为珊瑚礁明明就是潜海的东西 所以大家对这个深海这个字 没有那么的严谨去定义它了 那当然这个也许跟我们做学术研究 是不同的观点 但是一般对潜水的人来讲 你知道他可以潜的深度 就是到三四十公尺 他再深下去他也没办法 所以对他来讲 那三四十公尺一下就叫深海了 所以就不同的人有不同定义 但是在科学上是用什么来讲的 事实上是可以用光线 也就是说前海珊瑚礁 它里面一定有公深藻 公深藻会让它五颜六色 对不对就变得很漂亮 所以当深度越深 光线越弱 这些公深藻就越来越少 到最后甚至于完全没有 没有公深藻的珊瑚 我们叫它叫非造胶珊瑚 有公深藻的珊瑚 它因为它那个怎么讲 它生长得比较快 所以我们叫它叫造胶珊瑚 真的会厚度越来越增加 这个珊瑚的 但是在非造胶珊瑚的地区 它就很难增加 增加得非常的慢 它是所有的珊瑚都是去 水里面吃浮游生物的 叫做一银性的了 不是像光合作用可以性 质银性的 所以如果用这个来分的话 那到什么水深才会没有珊瑚呢 大概要到八十几公尺 九十公尺 以下大概就是完全没有公深藻 全部都是非造胶珊瑚 所以我们就讲 那九十公尺以下珊瑚 大概都可以算是深海 真正的深海珊瑚 但是我刚讲了 我们潜水潜到三四十嘛 所以四十到九十中间 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到底这里面的生活有没有再分成 我们就都不了解 所以直到最近 才会被科学家 我讲到上个月的一篇报告才出来 那不过讲到深海 大家有些人会把深海珊瑚 就把它想成贵重珊瑚 就以为贵重 当然贵重珊瑚 应该都是深海珊瑚 没有错 因为我所谓的贵重珊瑚 就是拿来做首饰 做装饰品的那些 对不对 台湾的这个贵重珊瑚 这个我们还以前的加工出口 是全球之冠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 贵重珊瑚同学公会出了一本书 叫珊瑚王国 那是因为我们加工出口 赚了很多的钱 到现在市面上 你还是可以看到一大堆 用深海贵重珊瑚 拿来做的手工饮品跟装饰品 那从经济的角度看起来是很好 就赚钱 但是从生态保育的角度来讲 其实不见得是好的 因为深海珊瑚长得更慢 你把它用石头下去敲敲敲 下面毁坏了多少气息地生态气 其实难以去很凭量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 有些保育的观念是要慢慢的来改变 所以之前像我们可能在异品店 或者说现在可能会有一些 大型的珊瑚店 那其实都是属于深海的部分就对了 不能用大型 因为它们贵重珊瑚 只是深海珊瑚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 就是一小部分 比较贵重的 所以大部分做异品这些都是属于深海的 因为你说像没有因为工生造的关系 不是造教商 对它长得慢嘛 像我们一般用颜色去分的 像什么红珊瑚白珊瑚蓝珊瑚黑珊瑚 对不对金珊瑚这些都是 红珊瑚是比较贵的 所以台湾很多在北部东部彭湖等等 其实都有它的这个族群聚 那么当然我们因为管理了 所以现在政府只开放了五个地方 让大家可以去采 采集珊瑚的部分 采到多少一定要报登记 有在严加管理这样 大概情况是这样 是 因为之前曾经就是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船 来到台湾就是去倒采珊瑚 而且还采了一整一整船要回去 所以那时候看起来真的是蛮触目惊性 但是也看到珊瑚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对对对 那呃 其实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珊瑚焦 好像都是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可以看得到 是 那在其他比如像温带跟海带 韩带的部分也有珊瑚焦吗 对 其实也有 早期大家都误以为说珊瑚就是千海珊瑚 其他深海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那事实上呢 在深海有深海的珊瑚 深海的 因为它的光线温度 压力都很稳定 所以事实上全世界不管是热带 亚热带温带 其实都是一样的环境 那所以后来科学家就发现 的确 其实在两百多年前就有渔民发现 居然在深到一两千公尺的海底 还是有三五角 甚至于在寒带温带 北欧那些地方都有啊 所以这就引起科学家的兴趣了 所以呢 后来他们就下去调查 当然有ROV啊 用这个载人潜艇啊 他们就开始发现 哦 原来在那些环境 在温带寒带下面 有一种叫做冷水珊瑚礁生态系 叫做Cold Coral Reefs Cold Waters 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热带的 那些浅海的珊瑚礁 所以珊瑚礁并不是只有在 热带浅海地区 在热带深海当然有 但是在温带寒带下面 还是有珊瑚 但是他们给它一个 不同的生态系的名词 叫做Cold Waters Cold Reef 就是就是冷水珊瑚了 那这些冷水珊瑚的种类 当然就不是只有珊瑚啊 里面还有海扇海面 特别是海面特别多 像这些上面就会长了很多的 多玛类的裸虫啊 海心啊 海胆啊 甲克类鱼类等等等等 都非常多 这个算是比较高纬度 比较黑暗的珊瑚 所以如果从他们的生态分布的 这个图上面来看 你就会发现它跟热带珊瑚 其实没有重复 在像大西洋的东南西洋 或者在纽西洋下面 那个都算温带 他们日本北边都发现这些冷水 或者我们讲的深海珊瑚 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态系 这个都算未知的生态系 也是需要去保护 所以在今天谈公海保护区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也会把这些 生态系列入考量 在我们人类还没有去了解 破坏它之前 赶快给它保护下来 听老师这样讲 其实不管是冷水 或者是所谓的暖水 或者是深海 或是潜海珊瑚礁的生态系 其实都是非常丰富 而且很多的生物是非常非常微小 是我们可能只有肉眼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其实一旦被破坏 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 它到底所谓的生态服务价值 被破坏了多少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就叫做预防原则 我们也可以保育为优先 这样对 那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潜水的人 最爱看就是这个美丽的珊瑚礁 那讲到说美丽的珊瑚礁 可是我们又说到这个深度越深了 光线就越暗 那是不是深海珊瑚礁 我们如果说真的下去潜水去看的话 它是不是就没那么漂亮 对 这个是没办法的 为什么因为光线 红色黄绿烂电子 前面那个红的 橙的黄的是最鲜艳的颜色 没有多深就被吸收掉了 所以越到下面呢 只剩下绿色 紫色还有蓝色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你如果潜水潜得比较深的时候 可能这些鱼都不是五颜六色的 所以也是不漂亮了 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所以为什么他们做潜水 一定要带灯打灯 就是要补光 特别是补那些 很容易被吸收掉的短波长的光 尤其拍照 更要闪光灯 拍远了你拍不到 因为闪光灯光度 达不了多远的时候 穿透力不够 你后面的鱼还是没有五颜六色 你要打到鱼身上 鱼反射出来 才可以看到它的其他的颜色 所以你刚讲的是很对 就是如果潜得很深的时候 那些生物就不漂亮 这是为什么今天用ROV也好 用这个潜水艇下去 他们一定都会打灯 因为在那么暗的环境之下 你没有灯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光线的问题 所造成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时候 我也自己也会在觉得 那这样的话 鱼在那边适应在那个环境下面 是不是它就没有红 那些五颜六色 没有红尘封绿蓝电 这么漂亮的 的确 真正我们现在抵托往上来 所有的那些沙尼底气性的深海鱼 你真的看不到那些五颜六色 亮亮的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当然它没有珊瑚礁的五颜六色 它也有珊瑚礁的 第二个五颜六色也没用 但是在深海珊瑚呢 深海珊瑚 珊瑚本来它可能还是有颜色 对不对 就是红珊瑚 对对对 在里面看不出来是红的 对它还是有颜色 对不对 所以它就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去好好调查 去研究搞不清楚 但是现在是要越来越多告诉我们 其实深海珊瑚礁的很多珊瑚礁 珊瑚礁还是五颜六色的 虽然没有它上面浅海的那么丰富 但是多少还是有 所以现在都有很多 这个报告已经拍出来那个照片告诉我们 它其实可以到的深度 比我们想象的要来的深 所以像珊瑚礁 因为配合像我们浅海的话 因为它五颜六色 那老师刚讲说到深海 珊瑚礁有颜色 可是珊瑚礁里面这个附近的鱼类 它可能就没有那么鲜艳了吗 现在这个分布的深度 已经可以一直到两三百公尺去了 以前可能没想到有那么深 就是我讲的说在上个月底 这个Smi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些科学家 他们潜到三百公尺 用那个窄人潜巨 窄人潜巨以后他们是怎么抓鱼 他们用那个麻醉药 先看到有鱼躲 但他们想抓的就打进去 对不对 让它昏了以后再去用吸桶吸的 所以他们抓了不少鱼上来 可是抓了这些鱼上来以后 再来去间谍就发现中间 很多都是新种 因为没有人去调查过嘛 所以他们那个那篇文章 后来被他们的新闻拿去报导以后 标题是说每抓五条鱼中间有一条寄新种 这就意思就告诉你 说他的新种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他们很有趣的是 他们把那个珊瑚礁的深度 因为这次的调查 他又把那个深度又画得更细了 他怎么分呢 我们讲的 我前面上次节目有讲到 有光尘 落光尘 跟五光尘 三个大的 对不对 可是在落光尘这个地方 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Mesophotic 叫做中光尘 Meso Meso是中间的意思 中光尘呢 是大概是从40到130公尺 那么在40公尺以上 他又给他命了一个名字 叫做高光尘 光线比较充足的意思 叫A-L-T-I-R-T-Footix 那这个尘就是我们一般潜水潜得到的 所以共生沼 赵礁山河最重要 千海鱼类大都在这里 40到130 那这个里面 赵礁山河就很少 不能说完全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两种 赵礁 非赵礁 通通有 对不对 那这些 这一层里面 他有调查到了一些的 特别的鱼类 可是再 再下去 从130到300 这个就是真的是很少光线 他们给他命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叫Rali-Footix Rali-Footix Rali的拉丁字的意思是少的意思 稀少的意思 就是光线很少 所以他又命了这个尘 是因为他在这个尘里面 他找到好多好多的新种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尘的生物不是跟我们想象的深海鱼 那个样子 七星怪状 这个他是还是珊瑚礁的样子 就是明明就是从 前海珊瑚礁鱼类演化下来的 因为所有的棵都是 上面的棵下面都有代表 深海鱼常常是一些不同的棵 完全不同的棵你知道吗 所以他说这层的 演化的历史来讲 都是从上面来的 所以他一定是算是珊瑚礁鱼类 整个棵都是珊瑚礁鱼类的棵 我们一般讲到的那些 诱科啦 山崎卫啦 花卢啦 胡锡啊等等 通通都有都有代表 所以这篇报告很重要 就是他就觉得那个深海珊瑚 可以到三百公尺 给他命了一个名字 叫做Rally Fultic 这是那篇报告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跟他的重要性 他觉得说我们人类这个研究 这个怎么讲 居然还有一个我家的后院 只是那个下面都没有人去看 所以等于说又开了一扇窗 让我们知道其实海底还有很多宝贝 在那里 所以这个珊瑚礁不是我们想的 只是在热带前海 其实可能像刚刚讲的 其实在其他的 这个温带啊这些 还有在这个所谓的暗光区里面 都有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这很有趣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有珊瑚礁啊 有没有这些区呢 当然有啊 但是可惜就是没有人去做 所以这以后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那个 老师会不会再往下面去看 也有可能 我退休了 不是我 但是我知道我们国内的有些生态的老师 他们的确已经去买了这个装备 可以去做深海潜水的 所谓的那些叫做密闭式循环呼吸过滤器 好密质好长对不对 对 那个就可以去潜到比较深 但是要特殊的训练跟技术 因为水费潜水实际上分了两种 一个叫open water 就叫做开放式的open circuit 就是它你看一般潜水都吸一口气 吐一口气啊 对不对 那吐气的时候不是多气泡吗 就跑掉了 可是这些跑掉气泡里面有很多氧气 是还没有被用掉的 就浪费掉了嘛 对不对 好所以你一个平时潜不了多久 像我的这种能力啊 大概是30公尺 是大概只能够潜个40分钟就没气了 对不对 潜越深气用的越快嘛 对 那么但是如果你背的这个所谓的 封闭式的呼吸系统的话 它的就像人在太空里面 所有的氧气都会用得干干净净 所以你看它潜水的时候它吐气 它没有气泡的 为什么因为它气整个回收回来 把里面的氧气再拿回来再用 好所以那样子一个瓶子 可以潜8到12个小时 那很可怕对不对 我们一般只能够潜这个很短的 是一个钟头左右 那为什么深海潜水要那么长的时间呢 是因为你人在越深的海底 你受到的环境的压力越大 那时候高压气瓶里面的气 溶解到你的血管里的那些分压也越高 分压越高的时候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它放出来要很长的时间 否则的话你上升太快 就有点像是你喝汽水啊 摇一摇突然开盖子的感觉是什么 喷出来因为气泡就整个冲出来了 所以你如果上升太快 你的血管会被那些小气泡给堵住 那叫气酸 这叫潜水肤病 这是潜水最危险的 所以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 让你气瓶里还有可以气可以用呢 就是你在下面比如潜个一个钟头半个钟头 你七八个钟头在水中间要减压 慢慢慢慢减压 等到水面才平安 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潜水过程 但是因为做得到 受过训练做得到 所以美国科学家很早就已经有 在用这个装备再做调查 这次这篇报告 它虽然是做到潜水 这个窄人潜距里面 人不是在海底潜水 但是基本上这个这种设备 我们台湾 我知道中研院 跟中研大学都各买了两套 大概在两年前三年前就买了 可是我知道到现在 虽然也去受了训 还不敢去用 因为毕竟这个人命关天 要真的去用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 海鹰五号沉调 那个深海RV 其实潜到三千公尺 但是一个东西造假就上亿 不敢随便乱用 万一真的出了状况 就是这个责任很大 所以一定要充分的准备 才有办法 所以其实在台湾的话 也有做过深前的调查吗 没有 现在真的是没有 只有 我其实真正有的话 应该算是我 2005年的时候 我应该办一个国际会议 叫第七届 印度太平洋渔律会议 我那个时候特别请了 美国的科学家 娱乐学家三个人 他们专门做大深度潜水的 到台湾来 我就请他到这个瑞岛 带他们去潜水 那一趟 他们就是下去在海底 100多公尺潜了 大概半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 六七个钟头都在水中间减压 最后才回到海面上来 所以他那半个钟头里面 他就采集到了四个世界新种 有很多新纪录种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台湾的 四五十公尺以下的珊瑚礁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生物 鱼类 我们其实还没有去发现 去调查的 这就很像老师之前跟我们讲 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就在说 我们对外太空的了解 可能比我们对我们的 生海的了解还要多 对 是 那刚刚有说到 这个深海的 这个珊瑚礁的鱼类 要靠这种必锁式的潜水 或者用遥控器的 这种潜水的摄影设备来去做 那如果说是在 深海的沙泥底 这会比较容易吗 当然潜海潜航器 因为通常潜水很少 人会跑到深海沙泥底去潜水 因为你看什么 那个生物非常少 又不会聚集在那里 鱼都比较喜欢有一些构造物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有时候你为了一些特殊的工程 或者为了一些要去救难 或者是找那些飞机残害等等 你可能会用到这些 好 还是会用 那所以生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谈的是 生物也没有分层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是怎么去做 其实反而有时候比珊瑚礁容易做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珊瑚礁 又有岩礁 你不可能用拖网 对不对 因为你网子会被挂住 可是在沙泥地 你可以用抵拖 你抵拖 你知道你那个 研究船的钢缆 很长 你就可以拖得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呢 科技部的计划 我们大概就已经拖到了 大概4000公司了 很深 所以每次拖上来 我们就可以去看里面 那些种类有没有差异 你就会发现 拖得浅的 跟拖得深的 种类的确是不一样 意思就是说 在这些沙泥地的海域 这些底气的鱼类 各种生物 巧克力等等 它也有分层的现象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报告上都会写 除了给民事之外 这种鱼 我们从几公尺 踩到几公尺 你如果把这个资料 整个拿出来看 你就会发现 真的它们都有分层 所以沙泥地反而住得多 所以国外也是一样 它这种类的海域 还蛮比较完整 远比珊瑚礁来的完整 所以真的这海底世界 还是有很多 真的需要大家去探索 还有很多位置 需要大家去了解的 没错 那今天非常谢谢邵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